那你需不需要這個捷運 捷運是不是利多 就不是喔 台北捷運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台北很可憐 我們只能窮到坐捷運好嗎 我們沒有錢買車 我們在台北市 連停的機車都要付錢 我們很可憐 正確的一些判斷方式 蓋好才算數 沒蓋好都不算數 機場捷運就是一個最大的例子 當年機場捷運一開始畫長生線 是一條路線 所以沿途布滿了各式各樣的韭菜 後來長生說 Saiya Nana 我倒去了 Bye Bye 它就倒掉了 把錢吸光光之後呢 全部倒掉 然後後來呢 政府才自己拿回來蓋 所以第二批的韭菜才出現 那第一批韭菜怎麼辦呢 割光了 可憐喔 那時候真的很多人投資失敗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而整個破產 大有人在 槓桿用很兇 因為機場捷運是台灣的命脈嘛 對不對 機場下來 每個人不是跟著捷運走嗎 所以蓋好才算數 懂嗎 那蓋好之後 機場捷運還是有出現很多 鳥不生蛋 口不拉屎的地點 要投資還是有很多地方 不是沒有地方可以投資的 台灣的地實在是太多了 你要講那些點實在太多了 真正需要才是真正的需要 我在講什麼繞口令 高雄捷運就是這樣 高雄捷運蓋好了一個捲圈圈 然後什麼 蓋輕軌都弄好了 結果呢 高雄呢不搭 就是不搭 那你需不需要這個捷運 捷運是不是利多 就不是喔 台北捷運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台北很可憐 我們只能窮到坐捷運好嗎 我們沒有錢買車 我們在台北市 連停個機車都要付錢 我們很可憐 所以呢 我們只能夠搭捷運 如果你在高雄 停個機車不用錢 停個汽車 汽車停車可到處都很好找 然後呢 停車位也沒有這麼貴 那你當然是個幸福城市啊 台北很可憐 懂嗎 所以需要搭捷運再買捷運 不需要就不要買 這個是 也不要去相信說 未來這裡有條捷運 你會發大財 因為未來還有更多捷運會出現 相信我 錢永遠是被撈不完的 我們老百姓口袋的錢 就這樣子被廠商撈光光 永遠撈不完 以後搞不好有什麼 屏東捷運會不會出現 看著走著走著搶 搞不好屏東真的會出現一個捷運 誰坐 是屏東人坐嗎 不會啊 工廠開也會倒 我才遠才是不是寫錯 好不管 Google Google 我有朋友在Google 他已經過了兩個月 三個月忐忑的日子 因為Google是全球宣布要裁員 後來最後宣布 沒有裁到他 他的老闆被fired了 他的屬下被fired了 公司整個萎縮 所以你不要以為Google來了 就很爽 彰化有沒有 確定要有員工來呢 彰化 Google有個廠過去之前 然後是說Google要到了 所以整個彰化地價暴漲 說Google的工程師會買光整個彰化 彰化的房價一定會大上漲 結果Google真的蓋好第一期 來了一點點工程師 第二期來了 也是來一點點工程師 因為Google來這邊放什麼 放他的資料庫啊 放他的什麼伺服器啊 搞不起需要五十個一百個就夠了 也沒有什麼兩千個三千 沒有 零星的 如果我是Google工程師 我被調到彰化去工作 那我在彰化就買個透天就好 因為彰化這麼大 我就在彰化適合的地方 買一個透天 住爽爽每天開車上班不就很棒嗎 這是個很好的生活 沒有錯 可是像這樣的人大概只有五十個 一百個沒有多少人 那整個廣大的彰化 現在早在不再相信 在裡面再提Google了 可是以前Google要來的時候 那邊附近的土地 長得亂七八糟 有利多不一定是真利多 桃園巨蛋 就像台北小巨蛋是不是真利多 不是啊 張惠妹隨便跳兩下 桃園台北小巨蛋附近的鄰居都要縫 說什麼房子會震動 你買一個房子會震動的地方幹什麼 你以為全世界只有一個張惠妹嗎 是不是 所以大巨蛋來了 會不會慘 你要請張惠妹去測驗一下 才會知道說大巨蛋幹的好不好 遠雄幹的好不好 應該不是 應該是要叫張惠妹去測試一下 所以希望阿妹去測完之後 再告訴我們大巨蛋 遠雄幹的好不好 但是因為大巨蛋已經有公安意外了 所以跳著跳著會不會飄走 我們也不知道 但你看桃園巨蛋 桃園人 你知不知道你們家旁邊有個巨蛋 是不是 他是利多嗎 當然不是啊 只是一個蚊子坑而已啊 整天展了什麼家具 What 如果你當初是因為桃園巨蛋 買過去那邊的 你不是吐血到死嗎 你買一個家具展現場幹什麼 還不如IKEA 是不是 最新影片都在好凡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哦 打開小鈴鐺哦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 我的一集 有什麼我會選擇 那你比較會選擇 你選擇